我是李雪瑞 然后前中国羽毛球队队员 然后也是我们重庆籍的奥运冠军 2010年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取得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然后12年的时候取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冠军 然后接下来在中国羽毛球队担任一单的位置 到2019年10月退役 但我当下受伤的那一刻 我以为是骨头可能卡了一下 所以我以为我还能再继续比赛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像扭伤一类的 但当我站起来的那一刻 我知道可能打不了了 因为我整个左半边全部就是空的 我还是坚持了完赛 因为我觉得奥运赛场上 我不希望自己是以退赛这种形式 然后我想站在奥运赛场上 不仅仅是输跟赢的 也还包含了很多奥林匹克精神 体育精神 所以我想我是能够做得更好 竞技体育永远都是在竞争的 相互竞争 那可能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他获取了很巨大的成功 但是可能因为他年龄 因为伤病 那他肯定会被年轻的运动员所冲击 所以这不是我当时关心的问题 我当时的关心的问题是 怎么能够让自己更快地恢复 因为我待了半年在德国 半年可能是比较轻松的 但当我回国之后 开始了专项训练 就是所谓的羽毛球练习 那我的膝盖就发生了水肿 然后想办法要每天消水肿 然后但是你要要把运动量慢慢地加大 特别在精神层面 我觉得是最折磨的 其实有很多次崩溃或者是想放弃 但可能骨子里的那股劲 就运动员还是不服输吧 还是想说我一定能回到场上 其实比较多的几个坚持 应该是第一次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其实真的就是训练每天哭 然后就闹得都已经不只是停训了 就停课了 但小时候我们那小时候是强制性的 所以那个时候是没办法 然后包括我第二个坚持 其实是在我 就国家二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竞争很大 然后自己同一批的 也在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再往上一步 你会自我怀疑 那个时候我妈妈跟我说的是 你已经在山坡上了 那你为什么不冲上去再坚持一下 就像是上去看一下 顶峰的风景也好 总比你现在半途而废要好 所以那是第二个坚持 第三个坚持可能对我来说是 康复以后了 因为其实一切向上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当你受伤完 你要康复的时候 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我相信自己的一个坚持 这可能跟之前的坚持相反 因为之前都是朋友鼓励或者家人鼓励让我坚持 这一次的坚持是可能所有人都反对 但是我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一个坚持 所以可能每个阶段的坚持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路走来 我所走的路都没有白费 它能够在我以后再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 我会告诉自己我可以 对